佛弥陀佛各位师兄师姐们好 现在先把这个screen share出来 run一下这边 欢迎大家又回到这个量力宝藏论识第78课 那我们现在呢是到了第四册的最后了 在智力比量的最后 今天会由张若荣师姐来串讲 那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前行 鼎礼本师释迦摩尼佛 鼎礼文珠智慧勇士 鼎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唯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之 愿解如来真实意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鼎礼释迦摩尼佛 大悲色受巨真卓势差 耳后发下五百广大院 赞如白莲 不退转 恭敬鼎礼本师大悲尊 上师于前 之大圣经五台山 文珠加持 入五心间 祈祷静美彭错足 真无一传求加持 那关于本课 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78课 那78课呢 就还剩下6课了 那就要结束了 估计的话是10月9号就结束 那我们中间还会放一次价 那我们的科范 还是继续在update 那最近比较少update 那上课的方式 那请大家务必要先聆听 上师索达基刊部的视频 然后呢 上课的时候 主讲者会先讲解重点一个钟头 然后大家围绕着思考题讨论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科范啊 我们现在还在字里比量 现在正在抉择意义 那现在已经到了说明 由因所正之所立 这里都分三颗 心一心二心三 我们现在心三 那宣说有害中法之相为 那其中呢 又分两颗 我们现在在分别之字性 那分别之字性里头呢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比量 前面限量相为已经讲过了 那相为里头有四四理相为 信许相为 共称相为 我们现在还在共称相为 现在正在讲这个决定之自信 决定自信里头有略说跟广说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广说 这边有第一种的说法 那上一次这边是 我们现在还在说自中之理性 那我们已经讲了可说共称 认清名词以称共称 然后呢 再讲第二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 我们上次是到这里 到陈山这里 陈山这边呢 因为这边有 有三 二六十二句 十二句呢 前面已经讲过四句了 还剩下八句 那这次会讲八句 然后再到分析彼等之意趣 那这边呢 会破他中之观点 那这边呢 会有 总共十句 然后最后 说自中之观点 那这边呢 也会有 八句 八句讲完了以后 我们就到了七十九课 那七十九课呢 其实就是 到了他力的比量了 好的 那我们现在请那个 若隆斯也上来 给我们串讲 好 大家好 美族博 那这边呢 我们先从 整个 这个 箱围 来讲一下 为什么我会做这个呢 因为 其实当初 我在这个 共撑箱围 卡了很久 那 想了很久 那么 这边的话 如果能够整个把它顺一下 从它的法相开始 整个去看一下的话 会 至少让我自己会比较清楚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香围 那么它香围呢 是从 从对境的角度来讲 那么从 比量当中呢 它有三种香围 还有 适适里的香围 程序的香围 还有 共撑的香围 三种 再加上 限量的香围呢 总共有四种 那主要 那你也可以把它分成是 比量跟限量 这两种香围的角度来看 好 那么我们先讲一下什么是 四世里的香围呢 四世里的香围 它是说 所说的立宗跟三项推理的 四世里香围 那通过推理会知道说 因为它三项必须要成立 那么通过这三项成立之后 再经过推理呢 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 所争事呢 它是 跟事实或者是 事物的真理背道而驰 那这种香围 就叫做 世事里的香围 好 那第二种是 兴许香围呢 它是从这个 可信的言辞 和立重 是完全是对立 所以他们两个 是 完全是不一样 往两个方向走 所以它这边呢 又分成两种 一种叫承许香围 一个叫自娱香围 那前后的语言 自相 矛盾的话 就叫承许香围 因为前面你承许了一件事情 后面所承许的东西呢 又跟前面所承许的 又不一样 两个是矛盾的 就叫承许香围 那自娱香围 就是自己的语言 跟自己的语言 有直接或间接的香围 这个是自己说法 自己的说法方面 那第三个是 共称的香围 是指跟世间的公认相矛盾 所以这要看到 我们旁边周围的环境的人 怎么去承许 限量香围的话 是指他所立的钟 跟自己的体会呢 完全是对立的 完全是可以 马上就感觉得出来 所以对方一开口 或者是话音刚落的时候 我们马上就能够感觉到 这种说法不对 所以这是直接香围 这边再补充一下 这个圣教量 圣教量是从三观察清静 的圣者的语言量 那他就是以限量 还有比量 还有呢 就是说话的人 就是这个圣者 他所讲的话 他的语言 前后程序 不相为 那有这三个条件 都成立的时候呢 那这个就可以 成为圣教量 也是三观察清静 那圣教量可以 包括在比量当中 那三观察清静 在这边 再说一下 就是从限量来讲 他对明显的部分 你可以直接感受到的部分 他跟限量不会有害 然后呢 在对于隐蔽的部分呢 用比量 我们去推理的时候 他不会相为 那么对于他 即隐蔽的部分呢 你佛陀 自己所说的前后语 或者是直接 间接方面 根本不会有任何的相为 这就是三观察清静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 共称相为的部分 共称相为呢 他的法相 他讲到说 必须要立宗跟 立宗以示 共称辈 即是共称之相为 所以你立的宗呢 与世间 大家所共同承许的 是不一样的 刚好是相反 那这就是共称的相为 那么他的自信 到底是什么呢 自信这边 他分了两个 一个是略说 略说 声文派师所承许 明义直属前已破 在他们所承许的 这一部分呢 那前面已经完全 把它破除掉了 随意所说与证实 事故共称 欲成立 这边 其实当初在看的时候 想了很久 那这边他最主要 他还是在讲说 我们这些所有的语言呢 你只要是 由自己的 抑郁 我想要这样子去命名 那你就可以这样子 把它名称安利出来 那别人也同意了 那大家都同样 共称这样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共称就可以 共称这个 的程序就可以成立了 那所以至终呢 他就程序说 真实共称呢 就是人们 已经有这个称呼了 那他还有一个程序 就在这边 所以他说 甲利的共称 是指将来可以共称 就是不管将来怎么样 虽然你现在把这个名称 已经放在这个 以共称的 这个东西上面 可是实际上 这个以共称的名字呢 将来呢 他都可以转换到 别的东西上面去 这就是甲利的共称 所以他这边 他就讲到说 真正来讲 名字跟他整个 这东西的内涵 他是没有 自向的关系 本身呢 是不能够 把他 好像用一个结 把他打死一样 可是随时都可以转换 所有的名称呢 全部都是凭自己的想象 跟意乐来加力的 那这一点呢 看不如说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所以呢 由此呢 这个共称呢 就可以立足 那这是略说的部分 接下来还有广说 广说的时候 他有两种说法 他们讲到说 世间使用名词成 成许笔者及共称 比如说世间大人 如果 同样都使用这个名词 大家都成许的时候 这时候就是共称 好 所以你必须要去认清 名词已经成了共称 可共称于事成立 然以名称 你说义 那虽然是 这个共称 已经是成立在那个地方 可是呢 他为什么用这个名词呢 是因为 凭自己的想象跟意乐 来把它加力出来 所以他说 名词若成即说成 如果大家都同样 成许的时候 那这个说法 这个名词 就可以用在这个事项上面 互为名称之共称 这共称 就是这样出来的 那这是世间一般的文字 名相都是这样去成立出来了 好 那么 那依于共称比量正 相为不误不可能 那这一对于这两句呢 其实我一直不太知道 到底应该怎么样去 消文呢 因为还是有 好像可以有不同的说法 那么就说 依照这个共称呢 我们如果大家都成许的话 那么这个共称的比量就成立了 那如果这个共称比量成立的时候呢 那你当在那个讲说的时候 大家应该是要用同样的一个名词来做 来讲这件事情 那可是呢 如果说我们用这个 前面讲到这个甲利共称 说将来可以共称的角度来讲的时候呢 因为他的名跟义呢 他没有字项的关系 所以呢 其实所有的名词呢 都可以用在所有的法上面 法类上 所以呢 这时候呢 因为他这个之间没有这个字项共项 没有字项跟那个名跟义结合的关系 所以呢 其实这些 这个名词呢 用在什么东西上面都可以 所以他说 你不管是相为或者是不悟 或者是不可能 他都是 没有这个成 没有可以去成立的 可是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名词就可以转换在各个不同的法上面 我觉得这两句很难去形容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讲到第二种说法 那第二种说法呢 他就特别指出来说这个是零比量 就是是零比量 那就是因为前面刚刚这样子 这个名词可以放在不同的法类上面 所以呢 他说共称若有是理成 如果前面这一个 这样子的推理方式可以成立的话 如比量进程决定 就是已经依照前面这样子 我们都承许的话 那依欲说义所命名 诸名虎有何不用 就是说这样子的话 只要他是一个依照这个说者 说话的人 他的意欲去命名的东西的话 那么这个名词呢 就可以用在任何东西上面 好 那破塔钟我们就先跳过 所以在这边呢 由这个前面的这个世事里比量呢 然后他要来去推断说 阿舍利的意趣到底是什么样子 所以到上一个礼拜最后的 这个四句呢 就是冰片以及水银等 与月亮名共称他 那就讲到说呢 其实在世间的话 那么在药品上面 这个冰片呢 也有人用月亮的名字来称冰片 那水银呢 也是有的 那就是因为他的这个 寒凉的这个体性 所以都可以用月亮的名称来说 他说比作比喻而正成 具凉光月共同音 就是主要是因为他都有 具有这种清凉月光的这种侧性 那因为这个音呢 那在冰片还有水银上面呢 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用月亮来称呼他 好 所以他说比如说月亮在各种论点中呢 他有不同的名称表示 而且月亮这种名称呢 对不同的事物也可以运用 所以但这边就可以看到说 虽然都是讲月亮 可是在用在不同的时候 不同的地方都是可以的 所以他说具凉光是月亮的一种意名 也就是不同的名称 那你用这个理由为主的话 具凉光呢 应该只能用在月亮上 那不能用在太阳上 那可是如果用以预说的角度来讲的话 也就是凭我们的想象力来称呼的话 那么具凉光不仅在月亮上可以用 在太阳上也是可以用的 那么其实在这个经论上 他也有讲到 就是说当你 当我们是在自己的心 在很 就是自己的心在很 在一种特别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呢 即使呢 太阳是非常非常的热呢 那么因为他这个人的心态 他可能在某一个 就是让他觉得很烦 就很恐怖的 让他不寒而栗的那个情况的时候呢 他可能看到太阳 他也会觉得是非常的凉的 那这时候他也有可能 会觉得太阳就是月亮 那这样子的时候 他以预说为主的话 那么他也可以把太阳称为是月亮 好 他这边就说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月轮称为具凉光的理由 是在事物的志向上存在 在事物上的志向上存在的话 就是说 这个是事项 那他的志向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他这个名称就跟这个志向呢 就是有一个非常一对一的关系 所以他这个巨量光 就只能够用在月亮上面 就不能用在其他东西上面 就像一个柱子本身拥有的无常 说柱子的这个无常 那你就只能用在这个柱子 他的这个本体上面 你不能再用到其他地方 可是呢 月轮的这种名称 去量光呢 实际上不管有理由也好 你有理由也好 从想象力或者是预说 为主的角度来安利的话 那就对任何一个事物都可以运用 所以呢 如果呢 是在以预说为主的情况下 那名称对任何事物都是可以运用的 对瓶子你可以叫他雪山 那雪山呢 也可以叫瓶子 这是没有任何危害的 好那这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讲次 那这边呢 他有四句记 那我们把它分成两个 那这三句呢 他就讲到说 诸所用名乃共同 若于一成于众成 死者乃为世事理 他说不管有理由也好 没有理由也好 凡是涉及到享受益乐的所有名称 都是一切法的共同之用 那意思就是说呢 只要以预说而取名呢 凭自己的想象力来称呼的话 也就是从可共称的角度来讲的话 那也他就可以成为一切事物的共同名称 如果在一个法上 他能够成立这种名称 那么在其他任何法上呢 都可以成立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就是事物的世事理 就是用这样子的推理方式 我们可以去成立 所以他下面就解释什么是世事理 世事理呢 就是真正以理来推测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呢 你这个名称不管怎么样安利 他完全是没有任何危害 都是可以成立的 所以呢 月亮之名可以用于任何事物上 是以什么事理来成立呢 就是以事事理来成立 那如果这一点不能成立呢 月亮只能用来称呼 怀兔子而不能用在柱子过 高压锅上面 那我们 可是我们却这样称呼呢 这就是不合理的 可是实际上 这是可以 好 那么这边 刊布又特别讲 他说这是从 以共称的角度来讲 不合理 那我们在这里并不是从 以共称而是从可共称的角度来安利的 那如果我们不成许的话 不愿意这样成许的话 那么其实呢 也就毁坏了 这个对方 他们自己的观点 所以这边 记者就说 若破共称 欲坏入 那如果一个名称呢 只能应用在一个事物上面 而不能应用在其他事物上面的话 必须要 就给我们举出一个 确凿可靠的理由来成立这一点 但是呢 对方他也是举不出任何理由的 对于月亮只能用在怀吐上面呢 不能用在瓶子上面这一点 因为这是都是用意乐来说的 所以这时候呢 他不能够举出任何理 他最多呢 他只能够说 人们的传统习惯呢 是月亮 不能只能够用在怀吐上面 你不应该把它用到别的地方 那这个是以共称的角度 所以这一点我们也会承认 那以前只用在怀吐子上面 但是你从将来命名者 把月亮的名称用在瓶子柱子上面 其实是没有什么不可以 而且呢 对方想要给我们举出一个特别可靠的反面依据的话 那是根本举不出来的 因为世间就是这样子去命运的 所以呢 对方不能遮破我们的观点 他如果遮破了我们的观点的话 也就毁坏了他们自己的观点 就是说月亮的名称 用于怀吐子的观点 那也就会 对不起哦 这下面这边现在看不见 也就会被遮破了 好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他们坚持要这样的话 那就会逐渐毁坏了所有世间的名言 因为名言就是这样成立的 那 那既然毁坏了世间名言的话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沟通 所以在这个世界呢 大家就只能够装容作哑 除此之外就没有办法 好 那么在这边呢 看不就提侧我们 他说为什么大慈大悲的佛陀 在有关经典里面 被开许对事物起名称呢 因为呢 如果形形色色的事物没有名称 整个世间呢 就混为一体了 那最后就会导致人们不知取舍的后果 那这一点 我们肯定是不敢承认的 那所以说呢 应该说呢 世间所有者事物的名称 是凭我们的想象力而安利的 所以在相关庄严论 还有很多相关论点里面有讲到 一切事物以假有的分别 跟实有的分别而安利 其实有很多名称 是以假有分别安利的 它并没有实在的体性 通常都是我们用 我们的想象力去安利出来的 可是呢 当我们把这个名称安利在这个东西上面的时候呢 那我们很容易呢 会单着 会单着在这个名称跟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就会把它单着变成实有 那这边呢 如果我们能够懂得这一点 那就会对我们逐渐认识空性 认识一切法是如幻如梦的道理呢 就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这边就是为什么 阿舍里的秘密是在这边 所以他这边说 学习英明表面上 好像只是探索一种名称 分析一种法相 好像是有这样的感觉 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深入细致的分析 就会发现它其中 蕴含了很多深奥的意义 而且佛教的任何一部论点 它不像世间法 世间法呢 你可以通过分别念来学习 或者是研究 那你经过这样的研究之后 你所得出来的结论 还是分别念 那可是呢 佛教的书上的论点 它最后是要让我们能够去证悟空性 所以它要逐渐让我们趋入无相的境界 在这一方面呢 有直接或者是间接引导的意义 所以呢 堪布劝我们呢 在文师英明的过程中 不能够认为 这只是一种词句上的研究 对我的修行没有什么帮助 不能够这样想 那他说一些有缘分有信心的人 其实在经典里面有很多 利根呢 就是他们过去生已经学习很久的人 那当他们在学习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很快他就能够体会 所以他即使是学习英明 或者是佛教中的世间格言 他对于通达心的本性呢 也是有帮助的 那如果没有信心呢 或者就觉得说 就很奇怪的话 那即使你整天都听险中的圣身中观 乃至于密法中的无上大圆满等等呢 也不一定能够开悟 所以因此呢 看不及我们说要把信心跟智慧要结合起来 那在这个基础上这样去学习呢 我们才能够很好的领会 释迦摩尼佛还有所有高僧大德 他所讲的殊胜教研的秘义 所以最后 我们再看 他说事故随遇所命名 显然普及一切法 所以呢 根据我们的想象力 命名的所有的名称 显然是可以涉及一切法 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命名的月亮或者是黄牛等 这些名称很明显的 就可以用在任何一个法上里 那原来以上风吹呼为理由 对这个动物命名为黄牛 那么现在我们如果 这是以共称 那么现在如果你要用从可共称的角度来讲的话 那么显然这个名称呢 就可以用在大象或者是骏马等其他的法上 那这是没有任何危害的 所以下面他说 云以遮破世间害 故为共称即义去 如果有些人对此云以遮破 他说月亮呢 只能用在怀兔者上 黄牛的名称呢 只能用在具有相风吹呼的动物的上面 那对方以除此之外 不能使用的论调 遮破我们的令宗的话 那肯定有世间共称的危害 为什么呢 因为以理观察的话呢 没有任何理由说 黄牛这个名称 在别的法上不能用 从将来可以共称的这个角度来讲 这是不可能找到任何理由的 那为什么呢 最主要还是因为 命名是凭我们的分别念 假例的 所以他这是一个假例 而我们的分别念呢 可以将任何一个事物呢 作为对境 那这一点呢 以我们的自证就可以成立 以比量也可以成立 那所以如果说你说这一点不能成立的话 这会有世间的危害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共称相为 好 所以在这边呢 这阿舍黎的义去 他就有一个收摄 他就说以上就是理智在 世间当中的明目 陈纳论师跟法称论师 他们的究竟义去 他们的究竟义去 是名称呢 不仅是对人们已经称呼的法可以运用 而且这种名称在还没有称呼的任何一个法上呢 我们都可以把它用它来称呼的 那如果不能运用的话 就会有世间共称的危害 所以下面呢 看部就举了一个例子 他就讲到说称呼道友的时候呢 其实是用名什么名字都可以用的 那这边就说 比如有一个人 他的本名叫做吉祥如意 那可是我们如果称呼他为不吉祥 那一般世间人的反应 他就会会有不高兴 他说我 你为什么叫我不吉祥 我本来叫吉祥 那对我好像不太好 那其实看部就说 我们可以跟他辩论 他说如果你不能叫不吉祥 那就有世间共称的危害 因为这个吉祥不吉祥 跟你跟这个人的关系呢 并不是像外道所说的那样子 名称跟外道是承许 名称跟事物是有直接 自向的关系 可是实际上我们自中的话 我们是不承许 他们之间是有这个 这种直接自向的关系的 如果有这样的关系的话 如果有直接 而且有自向的关系的话 那么你叫吉祥的话 那你的名字就是吉祥的 意义也应该是吉祥了 那除了这个名字以外呢 你就不能够改其他任何的名字 因为他们是一对一的关系 可是我们的传统并不是这样的 而且并不仅仅是传统 我们如此以理观察的时候 也应该是这样子 我们随时都可以感应 所以法称论是在分析 任何一个法的时候 他们的智慧都是很尖锐的 任何人也没有办法 把它推翻 应该我们大家这样学的话 在分析的过程呢 可能会有这样一个亲生的感受 好 下面我们会进入分析彼等的意趣这边 为什么要说这个共称相伪 那么这个这边先讲他中的观点 他说有者将此分二种 术与名言之共称 一名前派的张纳巴论师 他把这个世间的共称分为两种 一种叫做术与共称 一个叫明言共称 那术与共称呢 就是仅仅以事物的明相可单着 又是对明相的单着 而不是对意义的单着 所以仅以明相可单着的术与呢 就叫做术与共称 比如说瓶子 柱子月亮等 是这样的明相方面的可单着 那明言共称的话 就是对决定意义的意反体通过明词 然后心事呢 然后心事呢 可以去单着 所以这种我们心事上面去认识 那在这个 一个单仅仅单着于名词 就是名称上面 就叫做术与共称 那如果是在对于意义相关的名称 进行单着的话 那这种单着就叫做明言共称 那么我们要破他们了 所以我们至终的话 就会说分成这两种 它是不合理的 那为什么不合理呢 下面他会给解释 所以他就说呢 若而明言非此意 法相如是前隐之 这边先来破这个明言的部分 那他们说这个 一名前派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也就说呢 如果明言呢 是以明相可单着 那就是不合理 他这边是把这个明言 跟我们音类学里面的 明相 法相 事相 整个去混在一起了 所以这边他就讲到说 明相呢 用的是固定的词 也就是说呢 从明相的角度讲不合理 因为明相是 法相 事相中的明相 实际上呢 是某一个特定的事物 他的专用词 那我们所讲的明言 一般所讲的这个明言共称的这一部分呢 他不仅仅限于黄牛 他从可共称的角度来讲的话 那他对任何法都可以适用 那他对任何法都可以适用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 因此呢 这样的明言在此处就没有真实的意义 也就是说呢 不符合此中所说的意义啊 因为这里所说的明称呢 实际上对任何一个法都适用 而你们所承认的这种明相呢 就只能够适用在固定的 具有法相的这个事物的种类上面 除此之外是不能用的 因此呢 这种明言不符合这里的内涵 所讲的意义啊 那这一个法相如是呢 潜已遮 如果你们认为这样的明相 是法相上的名称的话呢 这也不合理 那为什么不合理呢 主要那就是在第八观法相品当中呢 就已经讲了这个明相理由的时候 已经说了 如果法相跟明相是一体 那就会有某些方面的过去 所以可见呢 一名前派论师认为明相跟法相一体的说法呢 在前面我们第八品当中已经遮破完 因此呢 这一名前派他这种承认的方式是不合理的 好 这边就破了这个明言共称 那接下来他要破的是术语共称 为直单卓只可说 术语共称亦有二 他们又把这个术语共称呢 又分为两类 好他分哪两类呢 他第一类就是直接可说 那这个呢 他这种 这个直接可说呢 他指的是总项 从这个角度 把他分为第一类 那第二类就是单卓可说 那单卓可说呢 他是指的是执法的志向 所以从这个角度 他就把他分为第二类 好 所以从这个单卓可说 志向的角度来分呢 比如说月亮是真正具有法相的怀吐者 这就是他 就是志向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 因为他指的是那个月亮 他有一个实体 所以这边他就用这个角度来讲 他就是单卓可说 好 那么我们头脑里面呢 可以出现月亮的总相 那我们一共相 那出现在我们的头脑当中 从这个角度来分呢 就是直接可说 我们前面讲能权所权的时候 有四种真实的能权所权 跟单卓的能权所权 那我们至终就要破他们说 其实呢 对方所认为的术语呢 共称分为单卓可说 跟直接可说 这两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那这个不合理为什么呢 就是讲实虽有此二种 而应用实无差别 所以他这边就讲到说 术语共称分为单卓可说 跟直接可说两种的说法 是不合理的 最主要是因为讲的时候 我们可以分开讲 你可以把它在说明的时候 可以把它分成单卓可说 跟直接可说 可是当你在运用的时候呢 那到同时都限起了 所以就不能够有这样的差别 那前面第五品 他也讲过说 讲实分析而精通 入实物为一体的 我们在要去认识他的时候 其实是把它两个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去把它找出来的 所以讲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它分成 字项跟总项 可是运用的时候 是分不开的 应该把它混为一体 那这个道理呢 前面已经讲过了 所以这边就很清楚 大家应该很清楚说 不能够这样子去使用 所以事故二种之说法 讲成直说单卓 悟 由于对于 极量论中宣讲跟运用的 两种说法没有搞清楚 搞五百 所以呢 他们就会认为说 后者是直接可说 前者是单卓可说 可是这个是完全错误的 就算反过来呢 也是一模一样 因为这个 这里是以因正成所立的时候 也就是说 现在是运用的场合 并不是讲说的场合 所以这是误的 是错误 那如果是讲说的场合的话 那就可以把它分开 就可以分为单卓可说 跟直接可说 可是这边是通过推理 来进行论证的时候 也就是说呢 现在是在运用的时候 那这时候呢 应该是字项跟共项 应该混为一体 那平常我们对于怀处者 取这个月亮的共称 其实也是将字项跟共项 单卓为一体而说的 并没有把它们完全分开 那如果完全分开 除了只是表示的作用以外 在真正运用的时候 这种名词呢 就没有办法用 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这个名词一定要运用 我们为什么要安利名词 就主要是为了要沟通 那沟通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运用上面 所以在运用的时候呢 这个方式呢 通过推理论证 那这样子才能够是正确的 所以这样子一来的话 一名前派所安利的这种观点呢 就完全不符合真正的逻辑推理 好 那么字中的观点是什么呢 他说前者 明已成共称 我们字中呢 就认为他是明言 已经已成共称 也就是说 他有不共同的原因 名称已经形成 那么这个名称虽然形成了 可是呢 他无笔量铺不可破 他没有其他的笔量 来进行危害的缘故呢 所以他不可破 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对任何法 以自己的想象力为主 来取名称的时候呢 有没有一个更高的笔量 或者是更具有理由的笔量 来进行 可以对他进行侦破呢 其实是没有 亦或比无对立方 或者是说呢 这种共称呢 没有其他的对立法 也就是说呢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其他的限量 或者是笔量 能够来对于这一个明言呢 来进行妨碍 因为这是已经决定了的 所以在世间呢 要判断任何一个事物的时候呢 都可以自己的想象力 用这种名称加以说明 因为这是已经决定了的 合理的现象 那这个合理的现象 在世间根本没有其他的危害 或者其他的世间名言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名称 都不会对他有危害 当然呢 我们以圣意地来观察的时候 这种世间名称并不成立 因为在圣意地的话 就是言语道观 所以在圣意地当中 不能够没有任何的言语 所以不成立也不要紧 因为明言 它是具有理由的 而且是一种具有力量性的能害 那什么叫能害呢 就是说如果说如果你说不可以这样称呼 就会有正量的危害 如果你对任何一个法用月亮来称呼的话 那就有灵有据 后者说明此共称 比量对境之差别 这个后者呢 就是指后面的一段话 就是比量对境之差别 他的意思是说 这里所讲到的世间共称比量 他们的对境是有差别 也就是说共称比量的对境不固定 他在任何法上都可以建立 那真实比量的对境就有一点不同 比如说我们如果用烟来推之火 或者是用所作来推之无常 他们的对境就已经固定了 是不能改变的 不能用所作来推之火 这是不合理的 那我们这边呢 在讲到明言上面 任何法都可以共称 所以月亮的名称可以加在怀兔者上面 他也可以加在人上 也可以加在黄牛上 什么样的有情法和无情法都可以运用 这一点呢 是对境上面的差别 应该说 世间共称的比量的对境不固定 他的范围呢 其实是无量无边极其广大的 所以最后他就讲到说 若知实理则成立 共称相为致命意 那通过了其余的方法 我们就可以了解 了知世间上的所有名称 都是众生的分别念案例的 这完全是完全可以成立 那这一点成立的缘故呢 那世间共称的比量就可以成立 如果任何人他能够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 他对于宣说共称相为的智者 法称论师跟陈纳论师的究竟命意就完全通 那么通达 法称论师跟陈纳论师的究竟命意需要两种因缘 哪两种因缘呢 第一个就是对于英明的逻辑要有很大的信心 并且经常去阅读文师 这是一种因缘 那还有另外一种因缘呢 就是对于自己的传承上师 还有英明的祖师呢 也要有很大的信心 对于这个法跟对于这个师承 都要有很大信心 否则的话呢 其实现在有一些人呢 他完全是凭自己的想象力 或者是以自己的分别念去做分析 那甚至以审视的目光去做研究 那这样子的话 不一定能透彻了解英明的究竟要义 那么这边刊部又特别在提侧我们一下 他说要通达英明的究竟要义 潜于品一定要精通 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呢 还应该不断的祈祷文师 这样最终呢 会懂得英明的诸多秘诀的 那么他最后还有讲到 这个全知脉婆仁波切他的译曲 然后他讲到说 这个脉婆仁波切 他对于世间共称呢 从建立跟遮迫两个角度来进行分析 那么从建立的角度来讲的话 像对怀兔者用月亮来称呼那样子 世间一切万法呢 都可以运用这种名称 我们反过来 从遮迫的角度来讲的话 如果对怀兔者不能用月亮的名称 那就有世间共称的香味 世间对你会有共称方面的危害 同样的 如果月亮的名称在其他法上不能运用 那也会有世间共称的危害 总之呢 从建立的角度来讲 我们用任何名词呢 名言都可以称呼一切 那么从遮迫的角度来讲的话 如果你说不可以的话 那就会有世间共称的危害 那这就是共称香味 那我们在分析的过程当中呢 也应该要这样子去了解 好 先说到这边 请补充跟指证 谢谢 佛弥陀佛 谢谢若文师姐 讲得非常仔细 好的 那我们今天有三题的思考题 其实呢 第三个第三题呢 只是说 学习本品以后有什么收益 所以那我是想说 我们还可以临时再请 有兴趣的人上来讲一讲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题 与之中的观点解释 不共之故 无有比量 与名词以成 之共称相为的究竟意趣是什么 那这个我们是要请 第一题是请 安娜师姐 安娜师姐 安娜师姐请上麦哦 好 谢谢 是这个嘛 对我分享一下 你来分享 How don't I stop 我不确定你那边收到的是 看一看 Security 等会我那个弄出来是第二次的 哦 你来分享 我这边没有完全照的课本 部分都省略掉 因为太多了 哦 嗯 大家好 哦 这个第一题的范围呢 我还是把破他中放在里面 他的范围就变成从236到242 为什么要稍微讲一下破他中呢 如果我们在双方辩论的时候 只是一直讲自己的立中 那是没有办法折服对方的 一定要把对方的他中 他们的理念 哪里有破绽要说清楚 这样我们所立的至中 这个基石才会稳固 不会随着人家怎么说就动摇 所以我们这里简单说一下破他中 破他中呢 就是前面一名前派的张纳巴论师 将世间共称分为两种 一种是世与共称 或者是名言共称两种 那我们至中呢 就说如果你以名言作为 以名相作为名言 那就不是符合此时的意义 名言的法相 在前文中已经遮破完毕 这个在43课跟46课的时候有说明 那因为名相只能适用在固定的 具有法相的事物那些种类上面 比如说黄牛的名相 他只能代表具有相风垂服的众生 而名言共称呢 不仅仅限于黄牛 从可共称的层面来理解 他对任何法都可以适用的 如果法相和名相是一体 那就有某些方面的过失 因为一名前派论师认为 名相和法相是一体的说法 我们在前面第八品观法相品的时候 已经遮破了 他仔细的内容在46课PVT17的里又讲 那我是列出来那就不练了 如果从43课的他的颂词也可以知道说 法相能了静之法 名相所了心之法 事相所了所依法 笔等即是能所立 能力所立呢 一个是静法相 那个名相呢 是名言假立的 所以是心事去了解的 也是用潜移的方式去了解 那么他的事相就是我们所依的法 好 那我们下面看本文 一名前派说 他们把术语共称分为两类 一个是直接可说跟单左可说 从直接可说的义共相 以单左可说的有识法的角度而言 四分两种术语共称 所以这个直接可说就变是 其实是总相 单左可说其实就是志向 那么我们至终怎么破他呢 他说你们一名前派这个说法不合理 因为在讲说的时候 尽管有分开两种情况 而在运用的过程中 是不可分割而运用的 下面一个颂词说 对极量论中 因为你们对极量论中 宣讲的 宣讲与应用这两种说法没有搞明白 所以他们就认为 后者是直接可说 前者是单左可说 但这完全是错误的 就算反过来讲 也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错 因为这里是以因正成所立的时候 也就是说 现在是运用的场合 并不是讲说的场合 所以志向共向应该分为一体 下面举例说 我们平常对 怀吐者取上月亮的名称 其实也是将志向共向单左为一体而说 并没有把它们分开 如果我们完全分开 那除了指示的作用以外 在真正运用的时候 这种名词就没有办法用 实际上也不是这样的 这种名词一定要运用 而且运用的时候 他的方式是通过推理论证 也完全是正确的 这样一来 一名前派所安立的观点 就完全不符合真正的逻辑推理 这边带对于极量论里面的 这句颂词 不共自故无有比量 以名词以诚之共称相为 事故彼相为之 非宗法 这个颂词里面显示出来 一名前派他有两种理由 他只程序以称共称 可说共称 有不共不定音的过失 这在76课有细说 后者可说共称是直接可说 那前者以称共称是单左应用 这个在78课 就是我们本课里面有显示 那么下面开始讲自中的观点 自中的观点有第一种说法 其实在76课已经提过了 现在根据颂词 我们在比对 本课颂词跟极量论的颂词 前者以前者名义成共称 无比量故不可破 这个对极量论是不共之故 无有比量 亦或比无对立方 由此决定故能害 这跟极量论的以名称以称之共称相为 事故笔相为也非中法 我把它分成A跟B 从第一个颂词来讲 极量论的前一种说法表明 由于怀吐称呼月亮 是明言已成共称 而没有能害的比量 因此僧论派推翻不了 或者无法否定这种观点 这个在76课有细说 下面我们照着他们 我们至终是说 怀吐称为月亮 是预说力之故 这个是不共之故 那么预说力就已经说 是明言已成共称不可破 所以明言已成共称 这个是不可破的 因为他无有比量能遮破 那因为生论派说 怀吐不可以称为月亮 存在自故 这个我们对任何一个法 以自己的想象力为主 来取名称的时候 并没有一个具有理由的比量来遮破 就是无有比量可以遮破 而且对方有不共不定因之过 对方这个存在就变成 有这个因 存在的因就变成不共不定因 下面的另外第二个意或比无对立方 这里就是极量论的对应宋词是第二句 它或者表明明言已成共称不存在相为的量 就是比无对立方 它不存在相为 没有对立的 由此而决定的缘故 因为他已经决定了 所以能博导圣论派不承认可说共称的观点 从这个宋词这个论词又再一次比对 怀吐称为月亮欲说立故 这一句就博导圣论派不承认可说共称的观点 因为是随欲可说的 那当然什么都可以用 那他中呢 他说怀吐不可以称为月亮存在之故 那这个相为也非宗法 就是怀吐是存在之故 这个其实这个宗法是没有成立的 所以照圣论派这个他的说法 就是说他如果说不可这样称呼 那就有正量的违法害 如果对任何一个法用月亮来称呼 那就有理有据了 后面一个宋词是第二种说法 后者说明此共称比量对境之差别 在77课也有详细的说第二种说法 这边是另一个角度来讲 后一种说法是为了说明 世间共称比量中的可说共称 从对境的角度来分是不同的 这里讲到世间共称比量的对境有差别 应该说是世间共称的比量的对境 它是不固定的 而且范围极其广大 我们看字中是共称比量的对境不固定 它在任何法上都可以建立 我们立这个宋就是说 可说共称跟以说共称都是合理的 这两个其实都合理 但是在他中里面 他就是要真实比量的对境不能改变 在字项上建立名称 就像说焉来推之火 或者用所作来推之无常 他们的对境是已经固定的 这是真实比量的时候是已经固定 所以他们认为不成许可说共称 这是一个比对的说明 下面就讲说 固知此理则成立 共称相为致密意 如果懂得这样来讲解 那么才能如实成立 宣说共称相为 即量论智者的意趣 就是通过浅余的方式 我们可以了知 世间的所有名称都是众生的分别念安利的 这完全成立 这一点成立的缘故 世间共称的比量成立 那把它化成论事是说 所有的名称都是世间共称的 因为众生的分别念安利的缘故 所以照这样子的论事 它是三项成立的 三项推理是合理 所以这也是比量成立的原因 任何一个人 如果知道这个道理以后 他对宣说共称相为的智者 像华成论事 他陈纳论事的究竟密意 就能够完全通达 以下是全知脉盆仁波切的总结 他对世间共称 从建立和遮破两方面来分析 从建立的角度 像对怀兔者用月亮来称呼那样 世间一切万华都可以运用这种名称 从遮破的角度 如果怀兔者不能用月亮的名称 那就有世间共称的相为 世间对你会有共称方面的危害 同样的 如果月亮的名称 在其他法上不能运用 那也有世间共称的危害 所以综合上述呢 我们是结合了第一种观点跟第二种观点 以及极量论的校正来阐明我们至终的程序 谢谢大家的安忍 那请补充跟指证 那我这下面有附上前辈给我们做的对照表 那大家参考 我就不再念了 这第一种第二种说法在76课 第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在77课 或者最后面第二点是在78课 课文里面都有仔细的说明 他的对照表让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 好 以上 谢谢 非常谢谢那个月亮师姐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看大家有没有问题 也没有问题 麻烦到那个第一个配置好不好 我有问题第一个配置跟最后一个配置 就是这个安娜师姐的第一个配置 先到第一个配置好了 第一个配置 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搞混的 有多半的时候都是讲说这是不对的说法 那红色是指对的说法 红色是指不对的说法 红色是不对的说法 好 但是我好像并没有完全弄得很 好 没关系 我下次就会注意 因为我本来一开始就要问了 那我想说我们习惯就是最后再问 那最后再问这样再回去 没有再回去看好了 红色是不对的说法 好 那那来这个回来这个安娜师姐这个 第一个slide 他这边讲说 第一好 到第一下来 好 没关系 这边我 好 这个的话 他这个 这个 黄色的这个地方 这个绿色这里 那意思就是说 明相跟法相 就我们自重来讲的话 明相跟法相 是 混为一体 是 共为一体的嘛 因为 外道是说 前派是说 不可以共为 那我们 没有 这边应该是 一名前派认为 明相跟法相 一体 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 我们自重认为 明相跟法相 不是一体 这样对吗 对不对 这个是 下面这个 绿字是在说 不可以混为一体 如果你混为一体 你的根式就可以照见 那个法相 对 是这个意思 对 因为 明相是心事 是用前仪心事所立的 一个法相是静 明相是心 然后四相 聊手于法 好 那麻烦到第二 解释 解释说 有某些方面的过失 那如果不回头看的话 有时候你 其实我们也忘记是哪些过失了 所以必须回头去看 好 那麻烦到第二 第二页 第二页 对 第一页 的话 我们这边主要是讲 一个是应用的场合 一个是 讲说的场合 那 听说我们现在在讲 我们在讲 今天丁师兄 带我们在学习 这个 这个英明论 那这个学习英明论 是讲说的场合 还是应用的场合 在讲的时候 我们都有分开 说字中是怎么讲的 讲说的时候是分两种 但是这边又指示说 如果我们在应用的场合 所以什么叫做应用的场合 下面就举怀兔者 取上月亮的名称 你把怀兔取月亮 那其实是 自相跟共相 他单作为一体而说的 这些解释 在能潜所潜的第五章都有解释过 所以这里再附了一点点 小小的说明 好 我懂了 我懂这边的分辨 到最后第四个背景 最后 结论再上去一点 再上去一点点 好在这边 结论这个地方 前世卖卖伯仁波切对世间共称 他从建立的角度来讲 从遮破的角度来讲 那么第三个 同样的是指建立的角度 还是指遮破的角度 第三个 他说同样的 什么同样的 你看 只要有一个否定句 不能用 只要有否定句 那就用遮破的意思 遮破 所以第三个是指遮破的角度来讲 对不对 因为亮明在其他法上不能运用 所谓建立都是肯定句 遮破都是否定句 好 这样我懂了 我的问题问完了 谢谢 还有问题吗 我有问题 可不可以到最破塌中那里 一名前派他说有两类 一个是术语 一个是名言共称 有术语跟名言共称 那我们破他 我们破他 因为术语他是单着在名相 那名言的话是 他是从意义上来说 通过 就是说通过他意义的一繁体 然后心思可以单着的 那我们在破他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名言 我们指的是哪一个 名言呢 就是说从可共称的层面来解释 他对任何法都可以适用 就是我们讲的 他不是指名相 我们前面讲名相 法相 事相的时候 他的名相是 对境是固定的 但是我们的名言共称 他的对象是不固定的 什么都可以用 所以他不是指他所谓的 一名前派所说的名言共称 而是指这个名言就是 名称上 可是不是不是指钻子名相上的名言 他把世间共称分成 术语跟名言两种 可是他的术语呢 就只是指名相上的 他把他术语共称 解释成是名相的 可是我们讲的名言共称是 对任何法都可以用 所以这边就分开了 我刚刚问你 他蛮有问的 我蛮有问的 听不清楚谁在问 所以我们把它分成名相跟名言 不是我们把它分 我们区分名相跟名言 因为他的术语其实就是名相 是指一个名相 他单着在法相上面的事物 他单着法相 其实这是一种名相 我们把它区分开来 所以下面这个解释是区分他 术语共称跟名言共称 其实是不一样的意义 那我们说这个名言 跟他所谓的名言共称又不一样 若而名言非此意 他就是说这个名言 就是他们所谓的名言共称 并不是这个意义 非此意的此意就是非是名相 名言非名相 可以这么代替 名言非名相 可是因为前派并没有说名言 因为他已经分开了 他并没有说名言就是名相 因为名相是术语啊 他的解释并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两个术语跟名相 术语跟名相 我们把这两个又提出来把它分开 来辨别说他的说法 并不是只属于 这边只是分开到后面就是说 这两个志向共向是要混合运用的 他在说奖的时候是可以完全分开来 志向共向是可以分开来 应用的时候要混为体 那在所谓的奖的时候 是不是在成立名言的时候 在建立名言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所谓的奖 他这里他又把术语共称分成 直接可说跟单着可称 所以他把术语共称分成 直接可说跟单着 那就变成直接可说其实是义共向 单着可说其实是志向 所以这边在这个颂词里面 我们又把它区分了 所以说在讲说的时候 就是你分直接可说跟单着可说 好可以 但是你在运用的时候 其实是不可以分不可以分割 对一句对一句这样子 对那讲说的时候指的是什么时候 就是说在建立名言的时候 是讲说的时候呢 因为只有在第一次建立名言的时候 是讲说其他的都是在运用的 他建立名言他就建立了两个 一个是前面第一个他建立了 术语共称跟名言共称 他把世间共称拆成两个 其实这样拆的话 到后来他又把术语共称 又拆成直接可说跟单着可说 那他这讲说他是要这样分 但是这个时候是他这么建立是在讲说 但是应用的时候是不能分的 无差别就是不要分开 要合着 对对因为前面他这样分法就已经有点奇怪了 因为他术语的话他只是指名相的 那名相又把它分成直接可说又单着可说的话 就真的有点看起来就有点不太合理了 对他分的时候他讲说的时候他想要这么分 但是在运用上你建立你讲说 你也可以就是说你随便建立一个名词 你可以说这个是直接可说 那个是单着可说 但不管你怎么讲 你还是要合在一起运用 那我一直有这个问题 就是那个《极量论》那一记颂词 这个怎么样用白话把它说解说 说这个不共之故无有比量 以名词以臣之共称相伟 怎么样 因为他中间讲很多解释 那如果只是用白话来解释这一记记颂的话 请问要怎么说 这个只有为什么他要用这么多来解释 这个很难的原因就是说 他要用那个至终的论识 他说怀吐可以称为月亮 一说力就是不共自故的意思 不共自故就对应到这个预说力 不共自故指的是不定不共 就是以臣共称 他说以臣共称 它的对境是不共的 这是固定的 但是我们说这个是预说力 所以就是预说力这种是无有比量 就是没有没有比量的 没有根据就是限量比量都没有不能破坏的 就是无有比量 无有比量可以了解 他不共是跟什么不共 对境啊 他说以称共称 以称共称 他认为以称共称 他的对境是不共的 是只有一个不共之故 但是我们说可说共称 他的对境是可变换的 所以在这里 所以这个要解释才变成一个一个比 所以今天这个就变成很多 但是你要直接用两三句 其实是讲不清楚的 特别你看这个第一句宋史在76课 他就讲了很多了 第一个原因 在76课里面就讲了 就把这个几量论的这两句 其实76课已经有讲过了 所以你想要用一个简单的来减缩 我觉得没有办法完全 没有办法完全 所以后来 后来我看到这一个 这一个人家做的这一个比照表 就变成很清楚 不共之故无有比量 他是破说 有不共不定因的过失 因为找不到不共的同品欲 这是76课我们有根据他的论识说 同品欲没有 凡是存在的法 随欲的所有名词都可以言说之故 所以他这个是破 那这个他是破这个 但是在这里我们又立一个 一切所知都可以称呼的缘故 共称便及一切 所以不共因就是他的预说力之故 不共因就被预说力来破坏了 无有比量的妨害 这个在我们另外他这一句 以名词以成之共称相为 就是说有相为因的过失 所以从将来的角度 否定可说共称 则有共称的相为 那否定可说共称 从现在的角度 以说共称也没有办法成立 这在76课是这么解释 所以他立的怀兔者 可以用月亮的名称来表达 这一点是依靠共称比量 可以正成 由此可见 比量对境并不相为 这是这两句诵词的对应 那这第二种说法 他是在解说 共称的对境是否固定 那这要念又说太多了 自己看吧 已经念到没力了 那他的寄送里面 有一个前者一个后者 我想看看 前者指的是第一种说法 后者指的是第二种说法 是不是 对啊 前者 前者其实就对应极量论的这一句 不共自顾无有比量 也就是第一种说法 亦或 或者 亦或这也是 也是第一种说法 对应这个宋词 那后者就是 后者在后面 后者就是后一种说法 就是第二种说法 后者是指第二种说法 就是77课的那个范围里 所以这个是最后一堂课 所以它是做一个总结 前面75、76、77 全部都做一个比对 然后做一个总结 再一次说明 课本里面讲了一些要有什么 因缘才可以理解英明的 这个我想后面的人可以再补充 这边就不讲了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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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 share 给我们 非常 已经给 已经给丁师兄了 OK 好 谢谢 谢谢安娜师姐 好 美瓶 谢谢安娜跟林琪 还有没有那个思维呢 安娜师姐 美瓶 那其实 如果用很简单的思维 我是很简单的思维来看 就是说 预说力 就是你想说什么就什么 你想象出来的 你把它要立一个名字 什么都可以 对不对 它是共称 一切法都可以说 那如果这样的话 它就根本没有比量 因为没有一个同品欲 因为是你自己 想要把它说成什么 就说成什么 所以它的不共 就是跟以称是不共的 我是觉得我的不共是对比 共称跟以称 它们两个是不共的 以称它一定是 不可能没有比量的 但是共称它就是没有比量 因为它是一个预说力 所以它根本找不到同品欲 所以这个不共 可以不可以说 是跟以称是不共 以称是不共没有错 它的对境不能变 但是我是说这个不共之故 无有比量 这个不共是 在这边的不共是讲预说力的 预说力的共称 对不对 它是用预说力来破什么 预说力一定是无有比量的 预说力一定是无有比量的 共称一定是不可破 没有比量的 这个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预说力它是不共之故 我是想说这个不共之故 是不是对比以称 这个分别念 你又怎么想 你自己通得过就好 我不知道要 要讲说可不可以 只要我们在读中观的时候 他也 我们索达基刊部也说 对于这些概念 我们自己的观念要通得过 那我是遵照课本的解说来解释 那你要自己的解释 如果你觉得这样可以通过 那也行 因为我是了解说 想要了解不共之故 这个不共是对比 就是以称 所以共称就是一个不共 这里我是看76课 但是在76课 他的解释跟你现在讲的是不太一样 因为你刚解释的是最后那个图表 那个我就有点 不是很了解 就最后面 你讲的整个不共 就是第一种说法这个 不共之故有比量 这个很清楚 然后破有不共不定因之过 因为找不到不共的同品意吗 这个我们也可以知道 这边的不共是这样子讲的 有不共不定因 你这边的不共是讲不共不定因吗 这里讲不共不定因 它是因为它的前面是论事 它说因为存在 那存在呢 这前面76课好像也是我说的 就是因为它用存在就变成不共不定因 哦 是从这个角度去看不共的 不共不定因 这个也因为这样子找不到同品意 因为存在嘛 都被存在占用了 那另外一种就找不到了 所以它不共的角度是从这个地方看 对 不是跟那个以称去对比的 不共 照治理的解释是不是这样子 哦好 谢谢师姐 谢谢 这样可以了吗 听师兄 阿娜师姐阿弥陀佛 非常谢谢阿娜师姐今天做这个表 非常有帮助 不过我会觉得有一个问题哦 这个地方哦 一直看不懂它这个 不共之度无有比量 那如果说这个地方 或这个有不共不定因之过 那不共不定因 它在我们课本的130页 不共不定因它的法相呢是 因在同品跟异品上进不成立 这样的推理叫不共不定因 也就是说在同品也不能成立 在异品也不能成立 所以这个地方就搞不清楚 这个不共不定因之过 是因为找不到不共的同品欲 这个不共不定因应该是这个地方 我刚刚是在讲这个吗是不是 听得到墨学的声音吗 天乱师姐没有开麦 哦我忘了开麦 丁师兄你可以往上移吗 这个是根据第一种说法 再往上一点 好这个 圣论派说 怀兔不可以称为月亮存在之故 那么我们用这个存在的因 怀兔者是不是存在都不可以称为月亮呢 凡是存在都不可以称为月亮呢 这是同品 那这个是不成立的 凡是存在都可以称为月亮呢 这也不成立啊 所以同品异品都不成立 如果你用这个圣论派他自己的论事 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不共不定因 这样可以 可以说清楚吗 你用那个他的自信来讲 那这里是用论事来比对 凡是存在你都说不可以称为月亮 那有些可以啊 有我们用他的可以称共称的话 他就可以称为月亮 那他这个不成 那凡是存在 可以称为月亮 那太多东西可以称为月亮 这个在这地方 这个没有更多解释的时候 我们也不觉得他是 我们还是怀疑他 就是说同品异品 我们都觉得他不成立啊 都怀疑他的 所以在这个不共不定因的时候 你要回头 再去找更多的论事去比对看看 你才会更明白 不共不定因 不共不定因 这已经过了好几课了 所以大概都忘了 这个是当初最主要的一个论事嘛 就是圣论派的论事 所以很多都是从这个论事里头我们才辩论的嘛 所以这个论事 如果我们用圣论派来讲的话 我们说同品跟异品都不能成立 也就是说若存在 则不可以称为月亮 就是同品的时候 因为他找不到 因为存在的东西 很多啊都可以那个 不可以称为月亮 因为有些东西真的不能 因为他要称为月亮 存在的东西不可以称为月亮 这个的话他的同品找不到 可以这样理解吗 然后如果是若非就是相伟的时候 若非不可以就是可以称为月亮 因为则非存在故 这个相伟也找不到 或者是这样的论事也不能成立 可以用这样去推理吗 去论证吗 就是我们在刚开始 从深论派的他们的这个论事来讲 我们确实是没有办法明白的 所以我们对于同品跟异品 都认为这个好像不成立啊 所以后来才一步一步的更加的解释 所以我们这边说存在这个字 就对方有不共不定音之过 这个是在76刻 回头再去看 可能就更明白 好 谢谢 因为月亮只能用在怀度上面 不能用在瓶子上面 那对方举不出任何理由 对 那他们又说可能会说 这是人们的传统习惯 月亮只能用在怀度上面 当然这一点至终也成立啊 但是就是说如果以前只能用在怀度上 但是将来秘密把月亮明称 用在瓶子注释 有什么不可以 那对方想要让至终举出 一个特别可靠的反面依据 那也是举不出来 所以对方他不能遮破至终的观点 他也就毁坏他们自己的观点 所以他就找不出一个欲 所以就是不共不定 其实在这一段也讲得很清楚 这样可以吗? 可以 谢谢 那对这一题还有没有疑问呢? 我有疑问 那可不可以回答安娜师姐的那个 他所做的那个讲运 对对就在这里 就是讲到极量论讲 不共之故无有比量 至终讲怀度称为月亮 欲说利故不共之故 76课是我来串讲的 那时候我对这句话的理解 因为深论派 怀度不可以称为月亮存在之故 那时候在76课他的解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他是说 因为你认为它是有存在 那么你既然有存在的话 那其他没有其他的法都存在 都被你用了 都没有不可以用了 没有什么其他存在 所以他找不到他的同品跟异品 这是那时候我的理解 那么但是至终 安娜师姐讲这个不共之故 这个不共 我觉得我们应该先了解 什么叫不共 不共就是不共同于其他的 也就是说怀度称为月亮 如果单单你从 像78课也讲 从理由上来讲的话 怀度他只能称为月亮 因为他是固定的 你不能再更动 但是从预说力来讲的话 那他都是可共称 将来都可以共称 所以这个夸胡这个不共之故 就好像我就没有办法去理解 既然至终认为 再从可共称角度来讲的话 是预说力故的话 那他就是什么 他就不是不共之故啊 所以那这边夸胡的不共 我好像不能理解 还是说我对我的理解是有错误的 在76课他的解释 他有两种解释的方式 你刚刚讲的是其中一种 就是说他没有同品欲 所以这是他的一种解释 那在他有另外一个解释 他解释成不共不定因 所以他有两种说法 那在这里不共之故呢 在我看来他是讲不共不定因的 因为预说力故就是说字 这就是说可说共称呢 可共那个以共称呢 他的对境是固定的 那预说力就是将来可共称 将来可共称对境是没有固定的 他是范围很大的 所以这两个其实在这里的解释 也是解释说他这个对境是不共的 所以他有两个解释法 就这76课也有两个解释 那你在这里我是采用他是用不共不定因 因为我觉得用这个存在比较好表达 这样可以吗 所以你的夸福的不共之故是字 不共不定因 对 阿弥陀佛 如果以至终这句话 怀度称为月亮 欲说力故 这个论词应该是 可共称的角度是ok的 因为他如果是说 若说力 若以欲说力 则可称为月亮 则称为月亮 这个论词应该 就是在因二相的时候 他是ok的 对不对 那如果以因三相来讲的话 非称为月亮 非欲说力故 就是你讲凡是月亮 凡品片 凡不是月亮 是不是 都不是欲说力故 对 这讲起来有点怪怪的 欲说力 凡是所有的欲说力 你都可以称为 什么都可以 任何方式 因为欲说力 你都可以称为月亮 但是 不称为月亮 也因为 不是欲说力的缘故 这样可不可以 不称为月亮 因为你没有想说 你就不称他为月亮 所以怀度者 你不称为月亮 因为你不想说的缘故 反过来 你要把诊据 就比较能清楚 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的战断上是 也就是说 在因一项子之后 怀度称为月亮 欲说力故 这个利润是唐利的 如果我们以因二相因三相来 来再推理 你见证他的话 这样的三段论识 也是成立的 对不对 是的 这是笔量成立的 后面有讲 笔量成立 那为什么 就是 哪跟识解说 不公知故 这个地方 这个不公知故 代表什么 你现在把 现在我们不要把 论识的排列法解说法 跟明言的解说法 两个混在一起 那真的 就解释不完 你会弄不清楚 所以这是讲说 欲说力是 明言以成共称 不可破 就说明言以成共称 就是以成共称 他没有笔量可以破坏 就是欲说力 只要你想说什么 就是 你都可以这么说 在这里的话 我感觉 如果大家 要把这个论识跟 这个文的解释 要分开来讲的话 有时候 弄来弄去 你会 就搞不清楚了 所以先用一个方向去讲 去想 那你要另外一个方向 你再用另外一个方向去想 好 谢谢 好的 那我们这一题已经花了很多时间了 好 那我们先继续往下好了 好不好 那继续往下的话 我们就是看第二题 就是说 若以信心跟智慧学习佛法会有什么作用 应该用何种方法来通达英明 这一题的话 那是 李慧师姐吗 对 好的 好 现在 大家先脑袋休息一下 这里比较简单 好 那这我回答的是 第一题呢 就分做两个小题 那第一个小题呢 是说 若以信心和智慧学习佛法会有什么作用 那这课文里面呢 是234页 那PPT呢 是10到11 那这上面这一段呢 就是基本上是根据这个 根据这个课文 还有里面 摘录出来的 就说佛教的殊胜的论点啊 蕴含了很多深奥义 能逐渐让我们趋入无相的境界 那有信心的人呢 即使学习英明和佛教的世间格言 对通达新的本性呢 也是有帮助的 所以呢 将信心和智慧结合起来 以此为基础 才更能很好的领会 释迦摩尼佛 和所有高僧大德 所讲殊胜教言的秘义 好 那这是根据这个课文 那我看这个题目呢 我自己也给他一个小小的 作答 那下面呢 就是我自己对这个小题的作答 那这边问的是作用 所以我把这个作用呢 理解为效果或者是目的 所以 那首先就说明呢 所有的功德之本呢 是听闻 那我们初开始呢 是由自己的意乐 发愿等 然后再经由有修正的善知识 对于经论戒律的教授和教界 以及自身精进文师加行 然后逐渐的呢 我们就建立了不随他转 不被他夺的信心 好 这里的信心就出现了 然后呢 还会对佛法甚深义理 正知见定解的智慧 这两个信心智慧就扣紧了这个题目 然后呢 你有这个信心有这个智慧呢 以这个为基础呢 你就自己会修行 因为你明白理观和事修的次第 分类 内容和范围 然后你在通过这个智慧和方便 不断训练的积累 你经验成熟 那你就有能力呢 引导别人 所以呢 有信心有智慧 这边就说 在这一期生命呢 自立利他的学习中呢 我们应激 应礼 运用 四圣地 三十七普吉分法 波罗空性见 佛性如来障 英明推理等等 随时呢 在我们的自相序当中呢 做相识的六度万行万恨 然后呢 在他相序中呢 我们能够理解他人的观点 适时的行持 不施爱与力行同事 这个四圣法 所以呢 你结合信心和智慧的修行呢 才有把握去向真上升啊 真上升和路决定胜 这是我第一小题的回答 第二小题呢 是应该以何种方式来通达英明 这是在课文241页 PPT是21 那么 英明主要讲的是明远法 那本论呢 是以佛教的观点 确立对外境和心事 怎样判断的理论和逻辑的推理 那要通达两位理智在究竟的密意 需要两种因缘 第一 对英明逻辑要有很大的信心 要自己经常阅读文诗 第二 对自己的传承上师和英明的祖师 要有肯切自成的皈依心 要祈祷沙加班智达 米邦仁婆切等等大善知识的加持 好 那这边呢就是一个补充 因为你要祈祷 那到底有没有例子呢 我是在第一课十九页看到 我觉得也很殊胜 就是说米邦仁婆切的传记当中呢 提及他造那个《适量论大书》的时候呢 沙加班智达有一天晚上呢 就在仁婆切的光明梦境中就显现了 并且告诉他 英明没有什么不懂的 就是破和力 除此之外没有什么 当时班智达将手中的金函交给仁婆切 结果金函在尊者手中呢 画为一柄宝剑 尊者呢便灰箭一砍 这个书呢当下就成为两半 就在那个时候 尊者感觉世间的学问和知识 已无所不通 遥如指掌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特殊 非常不可思议 那下面就说 沙加班智达是在1182年到1251年 米邦仁婆切是1846年到1921年 几乎时隔六百年 好 所以要精通英明的究竟要义 第四品 第18课到25课 关键力与潜于 一定要精通 懂得道理之后还要不断的祈祷文师 最终呢 会懂得英明的诸多秘诀 好 答题完毕 谢谢 谢谢那个李卫斯基啊 那因为这一题跟下一题都是比较有 可以 不照这个 不照课文里头来答呢 那除了课文里头好 我们自己还可以加上很多自己的看法 谢谢那个李卫斯基啊 那对这一题有没有想要说一下自己的想法呢 或者是说有问题呢 有没有问题我问一下 因为我们通常讲说 信经练定会 信心跟会的话 那只有最前跟最后 那中间的精进 念定会 是没有讲呢 还是说就是女孩在这里呢 还是怎么样 有理会世界你觉得呢 因为我觉得信心和智慧 他们两个也是互相相成的 你光有一个信心独立在那个地方 你没有精进 你没有信念 那你没有正念 这个正念呢 也有一个程度的定力 否则你念不住的 就是念定 那你有这个 对 我们大家都有文 都学了很多年的时候 都有文会 可是文会的时候 一定要有新的一个定力 你这个定力才能够 扶持你这个 你所谓的政治见 能够 恒长的显现 而不是三年后才忽然想到 应该如此 所以呢 那个信心和智慧 等于是两根 比较强大的 可以说比较强大的 表达方法 但是他在当中 这几个信心念定会 这里面的所有的元素 他都在里面相辅相成 彼此真上的 我理解是这个样子 其实我这是故意讲的 其实那大智度论也是会讲 信心跟智慧是这样子讲的 心为能入 智慧能度 对不对 所以叫大智度论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从这个次第 我们自己才会修行 我们会修行的话 因为我们必须要明白 所谓理官和事修的次第 我走的话呢 那就会出现很多 拼命拼命的士修 或拼命拼命的理官 但是呢 没有办法在自己的自相续当中 升起真正的 对峙的能力 那你对 但是呢 下面就说你要有能力引导别人 那能力引导别人 他这个是要特 是要特别训练的 就好像我们读书的时候呢 你可以大学毕业 可是你要去当老师 你还得去修那个教育学分 你怎么教学生呢 你自己懂不行 你还要让对方懂 那所以这个地方就说 你还要通过智慧和方便 不断训练的积累经验成熟 你才有能力引导别人 那就像刚刚安娜师姐 她自己可能明白的 我相信她是明白 所以她能够写出这 洋洋傻傻的三大篇 但是呢 她又要让我们明白 那这就是她的训练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要 不断的积累经验成熟 因为每个人的众生的分别念 是完完全全不一样 我们看到前面看不到后面 看到左边看不到右边 那这个就是要积累经验 今天非常随喜安娜师姐 她的声音都快要没了 好的 那谢谢你 谢谢 那对这一题还没有疑问 因为这一题应该是比较简单吧 那如果说没有疑问 我们就看最后一题 最后一题是 说说你对学习本品以后 会有什么收益 有什么收益 那这一题我是想说 由那个美评师姐先开一个头 然后呢大家可以自己主动的上来讲 好不好 那先由那个美评师姐来开一个头 好 各位师兄姐好 其实 对于这个部分 当然整个音笔里面不是只有比较简单 那就比较简单来讲的话 因为离我们学习的时间比较近 所以印象比较深刻 那其实在这边 其实就是要通过比较简单 这些四四礼 就是用这个四四礼 称许或者是共称这些 来推理 那其实这些里面讲的很多这个 遣除的这个概念 那仁波切一直在讲说 其实这个遣除是很重要 那透过学印遣除 可以让我们表知 就是说世界上很多的名称都是我们终身分别的面 但是还是要讲明案例的 因为在里面有讲到就是说 那为什么这些分别的面 讲明案例还是很需要 佛陀为什么要称许我们有这些 这些分别的奖励的这些念 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分别的话 世界就很容易混合一体 世界上这种形形色色的事物太多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自己透过英明的学习 可以知道就是说 我们不可以跟外道一样 虽然是讲明案例的东西 可是他们却把它 智慧稀佑的 自在存在的这样子 那真正的立宗 其实在学到英明学的时候 才知道说原来我们平常所讲明案例的东西 都是一种 一种相加自相 比如说共相智慧自相 凭得自己的想象和意乐假例的 我是真的有个自相在上面 然后学习这个英明 学习这个内容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法相影像 这样子 好像我们一直都在分析这样 那就像里面 仁波切讲的 这样子 透过这种学习 其实让我们对佛法更有信心 那其实我自己看到智慧真的很不足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难了 那以前的祖师大德他们的智慧 那更何况是佛这样 真的是很难以想象 好 然后对他们就真的会对这个佛佛佛的圣教研 就会生起很大的信心 而且就是像我们学习里面内容讲的 佛佛圣教是没有过失和危害的 是片子的这样子 以前也是对学佛很有信心 可是学了英明以后 透过这些什么限量笔量 然后去一些观察 然后就可以了解说 这些外道讲的很多都不是真正的圣教研 然后觉得说自己还是很有福报 可以学这个英明 就前面刚刚我们讲的就是说要有信心 然后再加上去学其他法类 然后有了智慧 那你就可以更能体会这样子 然后就不要老是用自己的想象分别的心 去立自己的重这样 至少就是说学习定义 让自己内心其实有一些定解出来这样子 那还有就是说印象比较深刻 就是说在前面有讲到就是说 看到自己常常就是 语言自相矛盾不自知 很像外道口是心非 就是说口说的和心里面想的就不一样 有时候就是说怕口头上 只是说不能 不能成败一件事情 那其实我的疑问就是说 这个和我们平常三巧讲的也不一样 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子的 一个一个自语自相矛盾 那任波切说这样做法是不好的 那我说到任波切说 因为我们佛教徒不要学外教这样子 就是说好像就是说 常常常用这种口是心非的方法 然后其实他的目的不是说 不是说想要去利他 就像外道在跟我们辩论的时候 前面不是有讲到这些 什么严等能利他吗 因为聚集之故如同传过电 其实他们都是想要去利己的 那我们平常也是有这样习性 就是说讲是利他 可是事实上在说的时候就是在讲 就是说你在讲的时候都是在利他 可是你内心里面其实都是在利己的 那我是有这样子去思维看看 就是说好像自己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些 自语相伪跟圣交相伪 然后就是说我自己平常所利的一些 语言或是地底的中跟别人在讲话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就是相似相似的一个所利 而不是真正的所利 真正的所利就不是口是心非 更何况就说我像我们受了戒 然后常常口是心非 我所谓口是心非就是无意 就是你是真的没有学过这种因明的 你会觉得是自己是对的 可是你仔细再去想 事实上就像我们学的这个 底量品这边 你在推理来推的话 根本一推你就是有危害 而且很多的过失的 而且是有问题的这样子 所以学习因明的时候 事实上也是在学习佛的智慧 然后让自己对佛法 然后对三宝更有信心这样子 然后也能够破除一些自己内心的 这些写见跟执着这样 那很感恩就是丁师兄 那就帮我们开了这个量力导藏论的课 刚开始我是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觉得自己的能力 智慧根本就是有限 不能这样子学 但是我觉得一路学下来 还是有一些收获的 跟大家分享 谢谢 摩弥陀佛 谢谢那个美兵师姐 那我们这边 因为这个题目是 等于说是一个自由发挥的题目 所以我们再找两个人 平常比较没有讲话的 素 俗 俗音 你可以来讲 好 谢谢丁师兄给我机会 那对学习英明学 其实就是让自己的脑筋要去动 要去思维 我们平常比较没有那个观察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现行 那透过学习英明 那有很多的思辨的地方 什么是该立的 什么是该破的 自宗是什么 他宗是什么 透过这样子跟大家一起学习 就比较有一个清楚的概念 那也可以看到自己内心 其实都是一些错误颠倒的一些执着 这样子 所以也是很 很谢谢丁师兄 给我们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 然后也谢谢各位师兄师姐们 把你们的智慧 还有你们的善说的这个能力呢 能够在这堂课里面 让我学习到很多很多 我那我总结呢 我觉得我个人好像学习过来 我自己觉得诸法都是不自信的 诸法都是明言假历的 就是我们从今天的这堂课也可以看到 不是我们这个内心这个分别念 而有这个有这个 这些名言 这些法相 这些名言 那我不知道自己的想法 对不对 那其实这些也是我们应该 应该要去看到的 就是我们 如果没有一个新的案例 没有透过这些新的案例呢 其实这些法相就不存在 对不对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 所以怎么样去能够 去特别特别知道 这个法相论师 他们的那个秘义是什么 其实就是这样最后的那个 去研读这些英明学 去看这些祖师大的这些论著 那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心 对祖师大的这些论 对释迦牟尼佛佛菩萨的这些教员呢 我们是具备了信心 这个信心是看到我们自己内心 这些颠倒执着的这种问题 这个是这个是我们应该去思维的地方 那我们要破除这些问题呢 就是要多读 所以也希望 帝师兄以后呢 能够多开这些课程 让我们有机会 让我这个 这个 不学 然后呢 无知的 的 那个 有情呢 能够 有机会 让自己有提升的机会 好 谢谢 以上 感谢各位师兄姐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谢谢那个书 那 其实我们是想说 看看学完这一评以后 那 关于这一评 有什么感觉吧 应该是这题是这样子吧 因为我们到了这里的话 刚好是 把那个 智力比量评给讲完了 应该是这样子吧 听过是这样的 学习本品以后 对的 那 我们再请一位 谢谢那个书 谢谢那个书 谢谢那个书音 那这些旁听的 有没有要来发表一下的 陈师兄你说呢 你这有点开我的玩笑 不好意思 这课呢 其实 最先开始 我是发起人 也就一直提醒说 你跟我讲 很高兴 那不好意思上到一半的时候呢 因为我自己必须要准备另外的一些事情 所以就耽误下来 那 没关系 言归正传 今天讲这一课 就像这两天我跟丁兄在讨论说 最近这几堂课看起来都还多 像我 跳过几堂 结果我回来听都还蛮能够进入状况 哎呀 今天这一堂课真的是 有点听懵了 嗯 有点听懵了 这可能下来以后呢 他自己再 斟酌一下 再跟丁兄讨论一下 那这一堂课确实 没有错 这是一个总结的课 嗯 个人的一些习惯哦 因为 对这些名相 没有办法记得那么清楚 没有办法鉴别的那么清楚 所以常常喜欢 把这所学的这些呢 用过去的这个佛法的一些名相 这些套进去用 那 今天在 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其实出现很多 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些 一些线头搅在一起 举个例好了 嗯 当然把这个 因为我们用了很多所谓共称 那共称的话 suppose就是因为 为什么可以共称 大家都有共同的认识 那么这共同认识 其实在里面就引出很多问题 引出很多不同的观念 举个例好了 自性 法性 佛性 真如 乃至于如来照 石像 这些呢 把这些凑在一起的时候 我原来 我本来是觉得说 可以在英明里面 把这些理清楚 但是今天这堂课下来 我觉得说 哇这个好像 有点更 进入更 更困难的阶段 这是自己的感想 不过没关系 这个 我会想办法拿来 跟丁兄 跟 几位常讨论的师姐 师兄师姐呢 大家一起来讨论 这是题外话 好不好 丁兄这样可以不可以 哇对了还有一个 刚刚大家讲到 李月师姐讲到信跟会 那丁兄兄也问到了 信敬念定会 信跟会 是以前以后 那我就突然想到 对没有错 什么事情信都摆第一位 净土安门里面呢 信愿行 当然信也是摆第一位 好 那信念行里面整个看下来 看不到会 以前我就想过 其实呢信应行 整个应该是信解行政 所以信念行里面的行呢 其实包括在行政里面 应该是含有行政 那么政就是会 这是我的感觉 因为你如果没有透过政的话呢 你这个会其实根基不够 所以还是回到刚刚定书中所讲的 信敬念定会 所以由信开始 由会这个圆满 那我就想到 诶 净土安门 信念行也是由信开始 由会圆满 因为你必须要走入信解行政 才能够圆满这个信念行 这是刚回应一下 刚这个李月师姐的那个题目 好 这次我今天在这边讲的 拉拉扎扎 丁兄兄 接下来这个课 李月师姐接下来的课 这个课 今天的话题我们都要请教了 阿弥陀佛再说 阿弥陀佛 谢谢 谢谢陈师兄 那还没有人要发表的 那我们已经超过一点时间 因为讨论第一集的时候 大家讨论的非常热烈 那我们现在就来回向好了 此福以得一切智 吹福一切过患体 生老病死 游泼淘 愿度游海 诸有情 念此 苏圣共修的功德 及三世做了一切的善根 以及三世一切凡圣 有漏无漏的善根 西接水洗 并且不接回向 三世诸佛如何回向 我亦如是回向 回向佛法新盛 高僧大德长久住世 尤其是以我们 所拉基堪部为主的 这些高僧大德们 请他们广转法轮 并且回向至他一切 在有情民命中的时候 遣除所有的委员 迅速自在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并且回向一切佛教修行者 尤其是 以我们班上为主的 这些文师修道友们 身心安康 诸事吉祥 是为元尽足 顺元俱足 相续中的两种菩提心 不断地增上文师修圆满 早日成佛 卑自立身 并且回向 这些世界上一切的灾难的 比如说 夏威夷的火灾 还有其他各地的水灾 这些 希望他们也能够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希望能够发行学佛 奥弥陀佛 好那我来放 最后的这个 普贤询宴品 那各位各自回向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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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愿火便知国 摧毁已解国 换地 九度中生皆拜托 生老病死才有 文书十里有梦志 不先回心已夫人 我今回想诸善根 随必一切长修学 三世诸佛所成谈 如是最圣主大愿 我今回想诸善根 为得不先书生起 以佛所获三身之加持 发心不变真谛之加持 僧众不退一落之加持 如是回想法愿其成就 大雅大奔赞者亚阿瓦 不淡那眼所阿 大雅大奔赞者亚阿瓦 阿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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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